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ArtInFest 我是Helena,Diva Channel的编辑 我是Bosco,Argeleta的创办人 上星期ArtInFest 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关于买卖艺术品的资讯 就是这个税项的问题 Bosco就分享了伦敦、纽洋、香港 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的税项 真是不说不知 相比于香港,原来 在欧洲买艺术品的税收 都是可以那么重 真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如果miss了我们上一条影片的分享 就可以看回 说完税项,Bosco今天又有什么好东西分享? 之前几集,我亦都不约而同 讲投资版画的事 不如今集,我们就专注分享 不同版画的类型 和投资时需要注意的细节 记得你讲过版画的版数多少 以及有没有艺术家的签名 都会影响版画的价格 但如果真是从投资角度出发 我当保值是基本 如果想它再翻多几倍 或者几十倍的话 是怎样可以更加准确地 扣藏这个版画呢? 版画绝对不可以随便 以投资的角度收藏 值得投资的版画 一定要是原创作 拼程已经是备受追捧多年 而且价格非常之高昂 数以千万港币计 才会带动到这些版画的价格 而不是一些比较容易入手 或者随便可以收藏的作品 而衍生的版画 艺术家创作的版画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作品 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能够接受的价格 扩大自己本身原有的收藏客户 如果原创作的价格 即是数以百万港币计 那些衍生版画 完全是不值得投资 角度收藏 因为百多万港币 其实都已经很便宜了 可能你会觉得很困难 但如果百多万都拿不到出来 其实你真的不要应该投资艺术品 就好像你买的地铺投资 每天都说多少钱 千万计 而且银行的按揭成数据又不是很高 全部都是现兜兜增金白银 买过来即是银行拿过来 如果突然之间跟你说 一家铺铺只有一百多万货币 你都会觉得这么便宜 自然就会有很大的怀疑 为什么这么大只甲鸟 随街跳 即是换句说话来说 版画可不可以保值或者升值 就很depends on 它的原创作的painting的升幅走势 没错 如果因为你自己入场门栏过不了 转移去收藏这一类型的创作 即是比较便宜的版画 是不超过五六百万的艺术家的版画 而你对那个艺术家的作品 又不是特别喜欢的话 很多时候 这些版画到最后 只能够做长纸 即是说五六百万的长纸 其实都挺贵的 好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有没有哪些艺术家可以说说 这样 其中一个我想举的例子就是 萧勤 用它作为例子 可能得罪很多人 但希望大家明白 同行都明白 我正在分享一个真实的情况 纯粹看数据说真话 萧勤最近有一张 Aquillic on canvas的作品 尺寸是200x200cm 股价是110万至220万新台币 最后连用金是114万港币 成交 折合港币多少 31万多 这幅作品应该大虽然 因为在2014年 应该值200多万新台币 变相账面贬值超过一半 对于很多大部分 平时可能只是买股票的人来说 认为30多万港币很贵 萧勤同样也有出版画 价格就很相矣 例如在刚刚过去的1月23日 有一幅非常萧勤的版画 在意大利拍卖 股价是500-600欧罗 最后连用金是216欧罗 成交是216 摘合大约1,900多 版画的价格非常便宜 但不太奢望 有100倍、200倍、300倍以上升幅 这款版画是最高的合理纪录 价格是7,000多港币 多年来都在3,000、2,000多 甚至更低 这些版画几乎没什么投资价值 萧勤的话 看过去的成交价 例如Accredit on Canvas Mix Media 其实都是大部分 游走是几十万 都有些是过百万的成交 但其实占的比例 都不算特别大 所以要扣藏它的版画作为投资 我想都有待观察 是,没错 投资版画一定要什么? 转住 不能够要优惠的价格 够便宜就买 Focusing is about saying no 当我们清楚知道 大概如何价位的版画才买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着眼了解一些不同版画类别 所以印尼的价格差异 那版画还有什么不同种类? 种类就有很多 第一最基本的 最普通的版本 即是有一个版数 分之某某个版数的版本 即是50分之35 这张就是35版 第二种就是Artist Proof 艺术家的自藏版本 有时简称AP或者EA 第三就是BOT 来自法文 Bonate 即是英文就是Good to print 第四有CP 全写就是Colorproof 第五有HC 中文译做什么呢? 非商业版本 第六TP 还有第七Printers Proof 很多种种类 或者我们在下一集 可以仔细探讨一下 上述7个版本的价格 和价值的影响 其实我也很有兴趣 平时听版画的话 版数、Artist Proof 就听得多 否则深入研究 都未听过 未听你说过 之后提过几个 好期待 对版画有兴趣的你们 就不要错过下一次的分享 我们下个星期见